你一個打轉女神其好的壞女人 什麼壞女人? 你想說, 捉你心口, 還是刮你一把? 其實我平時很斯文、很鮮亮 大家不用害怕 蘇姨譚凱琪, 女神形象崩壞 兩年前產後復出 在十八年後的終極告白2.0 飾演世紀戰苦, 貪淺、黑薄 總搞人老公, 罵人、刮人 莫莫逼陣, 網民對她又愛又恨 但讚蘇姨當了媽媽之後 演技更生從前 舊丁之餘, 外表又吸收症 八婆 你神經病, 幫我打 你衝鞋子很殺人 你這樣做得出來, 你是變態嗎? 你要殺我, 我就跟你攬一起死 丁之餘, 你瘋了 幫我打 其實我從來沒有女神的花婆 因為我覺得自己也不是女神 很多人都會覺得我是比較文靜 比較文靜, 比較斯文 這個角色一出來 我的朋友就訊息我 說, 哇, 你好害怕, 你好兇 沒見過你這樣的樣子 我背台詞要背得很熟 而且要用很多忠氣去說話 你見裡面很多場口 很多時候都要罵Sean 或者是我的助手 阮儀 有一點陌生的譚海琪 但尤其是我 我也覺得很新鮮 希望觀眾看到都喜歡 我也知道很多人很討厭我的角色 我已經收到很多訊息 是嗎? 你的角色很兇 又搶人老公 又要人三千萬 對, 但我是開心的 原來也有反應 也有很多人去看我們的劇 其實是開心的 Sean那場洗澡 會不會很刺激 你的底線 這個洗澡的場口 很多人看完後 覺得比較浪漫、很溫馨 很夫妻說會做的事 只不過我們把它放在鏡頭面前 大家會覺得有點震撼 但當時我們拍攝的時候 當然都是穿了衣服 我和Sean其實 認識了很多年 很小的時候已經認識了 也合作過好幾次 所以大家都有一定的信任 只不過當時 我是擔心自己的身形 會不會… 還在擔心身形 對, 出來不是那麼好看 沒有這種感覺 刮人的技巧 已經非常高超了 其實我想說 我寧願被人刮 說真的 每次一刮人 我就反而很擔心 我怕打到人會痛 真的很少會刮人的臉 幸好跟家人都熟 大家又不會有些甚麼 最好真的要狠狠地打下去 否則NG都幾次 對大家也不好 網民已經說 憑主的角色 你真的今年獲獎 得到大家的欣賞、認同 我其實已經很開心 其他事情自己控制不到 也沒有想過 多謝大家 剛才